香港,TVB剧可谓是一个时代的印记,诞生了无数经典之作,武侠剧、警匪剧、时装剧等等都有许多佳作,其中家族商战剧更是红极一时。那最好看的商战港剧是哪部呢? 细说小编为大家带来了TVB商战剧十大巅峰之作,如《创世纪大时代》天地南二宵看风、《唐新风暴》二流金岁月绝代商交等,你看过几部呢? 十大TVB商战剧一创世纪经典,TVB商战剧排行中,《创世纪》是无庸置疑的第一。 《创世纪》作为一部以纯正香港背景为题材的电视剧,成为港剧在内地观众心目中新的里程碑。 总投资1.5亿港元是港剧中的红篇巨制,剧集分为两部主要讲述叶容天和许文彪白手起家,的创业过程和经历环境后的人性转变。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部的商战,更邀请著名的金融团队参与指导。 商战部分非常精彩《二大时代》,TVB商战剧排行中唯一能合创世纪,对打的作品就是这部《大时代》,甚至是豆瓣评分最高的TVB剧之一。 该剧以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香港金融市场为背景,透过两个家庭两代情仇展现名利与人性的纠缠。 该剧剧本里的三大富商影射的是李嘉诚、何鸿燊、霍银东、陈万贤影射的是李福照龙城邦则影射旅乐,在播出后也引发了钉鞋效应赢股市大跌。 该剧多年来获得了十大经典港剧第三名,十大港剧经典电视场面第一名,万千新辉颁奖里2015最受,欢迎经典剧集等多个奖下三天地男儿,天地男儿被看作是七奇异。 天地三部曲的第一部,TVB家族商战剧中的经典,该剧主要围绕着叶家和徐家两个家族展开。 徐永邦自小被父亲抛弃虽然养父从小培养他,但他和养父的儿子依旧产生了矛盾,随着徐永邦找到自己的父亲,自己又成为父亲最看重的孩子,而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浮现出来。 面对生父和养父徐永邦必须要做出自己的选择,私笑看风云,许多好看的商战港剧中都少不了郑少秋的身影,这部《笑看风云》就是其中之一。 此剧为1994年无线电视台27周年台庆剧,主要演员还包括郑仪剑、郭敬安、郭矮明、陈松林等。 剧中以皇天主导的商界风云为基础,讲述了皇天与潘仲之间的兄弟情谊,以及包文龙和林真烈之间的故事。 本剧还是郭敬安首度挑战坚决表现十分亮眼。 5.唐新风暴2 香港商战必看十部电视剧中少不了唐新风暴2,随着唐新风暴大获成功原班人马趁热打铁, 拍摄了唐新系列第二部《唐新风暴之家好月》。 原,该剧已平均35点最高50点在香港,创下自1991年以来的最佳收视记录。 平落2005年韩国电视剧《大长津》,在香港创下的最高收视记录。 夺得TVB万千新辉颁奖典礼最佳剧集,和一周刊电视大奖十大电视节目第一位。 6.刘金岁月 党剧创业商战剧《流金岁月》非常有名,该剧由罗家良、温兆伦、萱萱林峰等主演,主要描述罗家良所饰演的丁扇本《阴阳欲之恩》、《手足之情》等发生的故事。 该剧重在刻画人物间的感情,这也是被众多TVB迷评为历年来最务实和感人的一部戏。 罗家良凭此剧《风势帝》并拿到当年TVB颁奖里双奖,萱萱胡信儿也凭此剧拿奖七绝代商交。 香港,TVB商战题材电视剧中并不都是严肃的题材,如果喜欢喜剧风格的话,细说小编最推荐这部《绝代商交》。 该剧由黄子华、石石曼、李启鸿主演,讲述的是身为商界白武士的麦提爽如何,拯救平威企业并帮助企业起死回生的故事。 在剧中黄子华饰演的麦提爽是一个曾经辉煌,现隐居于市井的商业奇才,他表面吊儿铛铛但也会有鹿争容,教身边人如何做生意他处理的每一个商业案子,几乎都有伤到精神贯穿其中八天地豪情。 天地豪情是香港商战必看电视剧之一,由罗家良、黄日华、陈锦红、张家辉、郭矮明、蔡少坟、周海媚、萱萱等主演,讲述家族儿女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, 凭借片中表现罗家良,蔡少坟、张家辉都在万千新会颁奖里中获奖,因为本剧取得了巨大成功,从一多年却无声突破的张家辉,在片中饰演大反派甘亮红,该剧爆红的同时也使得张家辉、罗家良等人走红。 九唐星风暴,TVB商战剧唐星风暴以海卫店为背景的故事,讲述一间海卫店一个大家庭,因利益牵出争产风暴的故事,该剧以最高收视达48点,平均收视44点,观众人数超311万。 创2003年来TVB自制剧最高收视记录,并囊括了,TVB台清六项大奖,2008年6月8日被东方卫视独家引进播出,以平均收视率平均收视率0.52,位居全国卫视同时段第一名。 陈豪李思琪凭此剧获当年是帝世后时巨人,巨人是1992年TVB时装家族商战电视剧,由刘家豪监制,由万子良、林军贤、陈玉莲、陈法荣领先主演,该剧以香港八十年代之百货业为主线背景,以两个家庭两代之间的恩怨情仇为主干而开展的故事。 1992年夺得TVB当年电视剧收视冠军,此剧于1992年在香港播映时,就把这种江商战家族剧炒热,接着由大时代将此种剧型推向高峰,因此此剧可谓是大时代,创出港产剧最高峰之前奏。